建筑物掛上巨大中文招牌 乍看以为来到中国大陆的某条街 但这里其实是首尔中路区的一间中餐厅 镜头转到首尔宏大入口站附近 这里也有很多异国风情的店铺 餐厅 咖啡厅 服饰店 招牌大部分都是外语 部分南韩民众表示 考量到外国游客的需求 可以理解店家使用外语招牌 但即便如此 过度使用外语很不方便 依据南韩现行法律 如果没有特别理由 外语招牌上必须同时标记韩文 但是招牌尺寸太小 或是建筑物在三楼以下的情况 很难管制 실제 서울시에 따르면 지난해 기존 서울市内 간판의 약 20%가 其中原研究 untuk占olaing 宏大量的学生 但有专家认为学生有可能是不知道上一辈如何使用汉字 不见得是文字理解能力下降 每年10月9号是南韩的国定假日韩文日 今年世中大王创立虚名正因 也就是现代的韩文字母让百姓试字 各地举办活动庆典 藉由节日提醒韩国人正确使用韩语 讲究日渐低落的韩语理解能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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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